哈囉大家好我是沙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最近PC版即將要上市了 也蠻多人開始詢問我 到底新手該怎麼拓荒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慢慢的跟大家講 到底新手在前期該注意些什麼 那武器要怎麼選擇 以及一些可能該注意的事項等等的 那都會在這部影片稍微概略的講過 那這部影片基本上我會盡量以一步 會影響你們體驗 會講一些比較重點的部分讓你們知道 好讓你們在前期拓荒的時候 比較不會遇到一些可能比較麻煩的問題等等的 OK那當中可能會帶有一些個人的建議啦 大家你們就可以稍微參考參考 那讓我們開始吧 GOGO 那遊戲一開始呢一定是先捏你的人物角色 以及你的隨從貓 那這兩個角色呢 不管你怎麼捏怎麼做 你要捏的醜捏的帥捏的正捏的怎樣如何的 反正都不會影響到遊戲的內容 好不好你的數值都不會有任何影響 那基本上人物捏完之後呢 你就會來到遊戲劇情 那跟著劇情走一步一步的帶你 做一些基礎教學的部分啊等等的 接著你就會來到了我們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這個一個據點叫做新陳據點 那這個據點的裡面呢 你只要按照NPC跟著他走 慢慢的你就會了解到這個據點裡面的 各種設施的運用方式 以及他是要做什麼用等等的 那不怪乎大家最在意也是最關注的 就是這個遊戲的核心 武器 好的那麼經過一連串的捏臉啊 跟著劇情走啊 NPC的帶領啊 基礎教學啊等等之後呢 你一定會來到這個訓練所 那來到這個訓練所呢 我們就要開始從大家最關注的一個問題 開始說起 那個小皮如果是一個新人的話 我該怎麼做呢 我是不是應該需要拿什麼武器才可以開始拓荒啊 有什麼武器可以適合新手等等之類的 蠻多人都會這樣問的 那在這邊我會給大家的回答就是說 我會建議就是 你如果不熟悉 那你也不知道該從哪邊下手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來到這個訓練場 好好的把每一把武器 都給他拿出來玩玩看 你可以不用太在意說自己玩的對還是錯 你就是隨便給他玩一玩 不管是遠程還是近戰等等 那基本上魔物獵人的武器呢 有分為就是 大劍 然後還有 太刀 騙手 雙刀 狩獵敵 然後長槍 衝槍 還有斬擊斧 然後充能斧 也較為盾斧 蠻有特色的武器 超充棍 輕弩 重弩 以及弓箭等等 那在這些武器當中呢 他們都有自己的操作方式啊 那我們這邊呢 我不會對每把武器的操作方式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不然那這一篇的時間可能會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有需要的各位可以去我youtube的頻道 然後去看一些我做的基本武器說明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比較基本的操作方式都會在那些影片當中提到 那基本上呢 武器在這邊玩的時候也不會說不知道怎麼玩啦 你可以看到每把武器剛開始他都會教你怎麼玩 甚至你看到現在左下角他也有教你怎麼按 那在按的時候他上面也會顯示出你現在按的是什麼 按的是什麼這樣子等等的 所以呢你武器的操作方式自己摸也是可以摸得出來一個所以然 然後呢這些武器你摸摸得差不多了 你也覺得說哎呦那一把武器適合自己好像蠻上手的 那你就可以開始出去做狩獵了 因為你在進行狩獵的時候你會越來越了解這個武器的東西 你也會越來越知道說這個武器對我來說合不合適 所以呢我會建議說如果你在這邊你玩的差不多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出去做一個狩獵 那切記切記真的切記切記 這邊唯一一個重點各位千萬千萬不要彈刀 那個一彈刀會有點像蝴蝶效應這樣子 你彈一個然後呢後面就一路這樣崩過去了 還有就是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你看到左上角那個血量 血量如果沒有過半的時候一定要盡量先把血回滿會比較好 不要讓血量直接剩下一半 那樣子很可能魔物摸個擰擊一下然後你可能就去了 好的那麼接下來開始介紹一下魔物獵人武器製作工房的一些東西喔 那讓我們走吧 go go 好的那麼再來我們來說說看武器和裝備的部分 這邊呢我會先介紹該怎麼看他們一些面板資訊 然後呢再來以我自己當初我拓荒的時候所用的武器 以及前期大概也有哪些武器走向可以供各位去選擇的部分 好那麼首先我們先點進來這邊喔 這邊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喜歡用大劍 我就用大劍來做說明吧 那基本上呢魔物獵人武器呢不管是什麼武器 會有兩種供你先剛開始去做生產會比較好上手 第一種就是礦石礦石武器 另外一種就是骨骸武器 因為礦石和骨骸基本上在野外是比較容易取得的素材 所以在生產上的話比較不會那麼累啊 那麼再來就是可以看到旁邊這個表 看到這下面這個是他所需要的一些素材 然後再來看一下右邊這邊 你就看到有攻擊力 銳利度 彗星 屬性 千狼槽 還有下面那些克制強化 攻擊力這不外乎不用講了 那銳利度就是你的斬位 斬位如果比較早期的話 基本上有綠斬和藍斬就已經不錯了 藍斬再來就是白斬 白斬的話也不錯 那基本上如果到黃斬甚至到橘斬就差不多要磨刀了 磨刀之後才可以繼續攻擊 而且銳利度會影響你的攻擊力的 再來會心率是什麼 會心率就是所謂的暴擊率 再來屬性的話 像這把就是所謂的雷屬 當然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像你們有沒有看到這種 他這裡上面說起來是寫的是水屬性 但是呢他是反灰色的 所以像這種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透過有一種技能 叫做解放株 就是解放 你要把這個屬性把它解放出來 才可以做使用 他攻擊下去才會有水屬性的傷害 不然如果沒有屬性解放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一把物理刀 再來說說下面的這個切囊草的部分 切囊草的部分就所謂的技能株 技能株有分為一棟兩棟三棟 像現在看到這個是三棟的 然後有兩個 這個就是兩棟的 然後這個就是一棟的 那不同的技能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個部分呢 我會建議大家到座自己去摸索看看 這邊我就不多多介紹 如果需要的話可能就上網 把他聞一下 因為那個真的內容非常的多 也值得大家去摸索 也是魔獵人的醍醐味之一 再來說到下面的克制強化 克制強化是什麼呢 來我們這邊看這邊 在表單這邊會有一個克制強化 剛開始你們可能不會出現 可是呢打到後面 你只要拿到類似就是 所謂的 來給你們看一下 你只要拿到類似這種龍脈石 或者龍脈石碎片 這些東西 並且打倒 在HR HR就是獵人等級 你到29點的時候 就可以會有一個需要突破的一個任務 你只要打倒那個任務呢 再加上有拿到龍脈石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開了 那克制強化是什麼 克制強化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武器 我只要克制強化 我就可以說 我要讓這把武器再增加攻擊力 或者增加會心率 防禦力 多加一個槽 或者讓他有吸血的能力 那我會建議 如果你需要克制強化的話 我會建議武器的部分 你就是先以這個回復能力為主 如果需要的話 再去用攻擊力 或會心率 好 那再來講講派生的問題 像大劍的話 就是先從礦石 因為像前期的話 如果你要打的舒服 我會建議都升級 就是所謂的雷屬性武器 就是有一個魔物叫做飛雷龍的 那從這個武器的派生 你可以從這個礦石 生產到這第三階之後 再直接派生變成雷屬性武器 這樣子 一個一個一個過去 這樣子 當然 當然我的部分 我剛開始也是拿雷屬一直去打 打到後面的時候我才換到這把 就是滅進龍的武器 這把 這邊這個巨刃劍這個 我也是用了一陣子 然後中間是跟雷屬武器這邊做切換 然後打到大概中後期的時候 我才切換成這種雷屬 跟這兩把做實用 所以這兩把我也是打了一陣子 那再來 如果你如果想要另外一把的話 我會推薦到比較小大後期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大凶柴龍的衍生武器 就是這把 這把為什麼我會說他好 他的 千當潮多 那他的克制 克制強化也蠻多的 也有三格 那他的攻擊力 基本上也不遜色 而且他如果你撐得好的話 你可以撐出百斬 攻擊力 基本上也不輸這些武器 而且重點是他是物理刀 所以物理屬性的武器 基本上我個人也是蠻推的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也是推薦大家可以去做的武器 就是角龍 但是呢 大劍沒有角龍 所以我找另外一把武器 來做一個 演示的部分 那這邊角龍的部分 我先拿 那個充能補來做一個說明 嘿 角龍的話 他其實是從海骨去做衍生的 比如說海骨第一階段 升到第四階的時候 可以直接做角龍裝備 然後就可以直接一路做到底了 那角龍裝備呢 基本上他沒有 屬性解放的話 他就是一把物理武器 那這邊他的會心率 你會看到說 欸這麼高 -30怎麼會推薦呢 因為充能斧呢 他有一些 那就榴彈品的部分 那榴彈品呢 基本上不吃這個會心率的 所以呢 這把其實還不錯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 所以角龍武器 然後飛龍武器 在前期都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 武器的部分 那輕弩跟重弩的話 基本上我是不玩遠程啦 你如果真的要玩那個遠程武器 輕弩先不要去碰會比較好 我真的這麼建議 你要碰的話就先碰那個 重弩 原因 重弩他在打起來的話 方面他有 他可以強化一些盾 盾牌 所以你只要面對魔物的攻擊 打過來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防得住 而且在這代重弩的盾 其實還蠻給力的 那他像一些擴散彈啊 或者是說 特甲榴彈啊 這些的 他的 就是這些炮彈 打起來的威力 也不小 還蠻噁心 輕弩為什麼我會說不推薦呢 輕弩我會建議說 你對魔物有一定性的了解之後 再玩 因為你要打在固定 你要打在OK的肉質上 而且你還要打狀態那些的 所以呢 等你有適當了解之後 再玩輕弩會比較好 好 那大概 武器大概是這樣 我這邊幫你們整合一下 你要的話 武器的部分 14種 你如果初期想打的比較輕鬆 你可以先以雷屬性 去做 害身 或者物理刀 或者角龍 這些都是蠻推薦的 那基本上今天 講解的部分 主要還是以前期做取向 還有引導 後期要怎麼玩 我是建議還是看個人 嘿 就是由大家自己去摸索 會比較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了 各位 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回答 那 如果呢 想要交流魔物獵人 或者未來一起同樂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呢 關注一下 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按個讚 或者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那如果有新人的話 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便按個小鈴鐺 感謝你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我是沙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都有